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是我们今天四位自己有和大家在节目上聊天 今天就是我们加拿大的6月10日星期四 香港的11号星期五晚就 那我们今晚又是我们四个 就是财政专家和财经专家Norman 有我们的Benson 李波安先生 我们温哥卫影视人票会副会长 还有我们的美女空姐就是Claudia Claudia是杨泳文 首先我讲讲加拿大现在的头条新闻 没有什么特别的震惊世界的头条新闻 就是说回疫情我们现在今天就新增153宗 那就算是很少了 还有有四人死亡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Benson的确诊数目一直下降 我们又希望在下周可以进入我们第二阶段的 阶段就是以前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然后我们去到第三阶段就比较严峻一点 现在可以下回第二了 那我们应该政府就会容许餐厅首先是堂食开放 还有聚会可以人数是一直增加的 那现在希望大家在户外聚会 但希望很快就可以容许在室内聚会 甚至可以放回教堂那些有需要的聚会 例如婚礼那方面 那我们还有联邦政府已经开始计划我们分段 慢慢会迎接国际的旅客 令到我们的旅游士可以同生的 那这些究竟什么时候会宣布出来呢 就是校会分解 就是看政府怎样根据疫情来慢慢放宽 那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刚刚报道出来 就是加拿大的领事馆 就是驻华领事馆 就在日前突然间发出一个紧急通知 就说要求来加拿大留学的留学生 就不能在开学前超过四个礼拜前来加拿大 那你在这个决定就是比较闯着一点的 那突然间很多留学生就订了机票 搬了行李准备过来的时候 就航空公司不让他们上机 因为怕来到这里 我们的边境服务署都不让他们入境 那有些人甚至譬如他在这些小的城市 去到直飞加拿大的大城市 是准备登机结果要占留那些城市 因为他上不到回加拿大直航的飞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可能造成一些混乱 第一就是所有的留学生会聚迈 在同一时间 就是离开差不多9月7号 开货那天之前那四个礼拜 大家都是逼着在这个时间进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和中国的航班 现在减少了很多 那结果有些人一票难求 甚至他们可能搞到他们给贵飞票 还有上不了飞机 赶得撤离加拿大开祸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造成某些混乱 那那些人查询过加拿大政府 究竟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我们估计 他没有直接回应 但是估计就是因为不想 那些人太早过来 而造成一些 就是疫情方面 现在仍然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迟一些 希望很转一些 才放一些人过来 那所以如果在外地要来温哥华的 就大家要注意这些情况了 就是究竟航空公司会否给他上机 他是需要拿到某些验证 就是证明他不是正确的才可以上机 还有好像不是 每个人打了疫苗 是都接受的 加拿大好像只是接受四种 就是我知道中国的疫苗是不承认的 但是来到这里 一样有14天的隔离 就算是你过到关 上到飞机过来这里 暂时还没解封 那14天隔离 希望如果我们疫情继续好转 是可以免除了这个14天隔离 那另外一个说一说 就是我们温哥华最近 那些黑帮比较猖獗 就互相攻击 就是你打我打你 又造成很多死伤 那最近原来有一位黑帮 因为想逃避这些风险 就是走老了去了美国 但是他去美国之前就被人暴露了 原来他在我们列治民有个大型的商场 Richard Center 就在那里买球鞋买了两万元 他对球鞋一万九千多元 那我相当 就是还是使现金的 那我相当消费 消费也是挺疼的 那就是我从未有过 近似这样的消费 买了一对鞋 真的听都没听过 那当然他的限量版 都促进我们的消费繁明的 那他人就走了 但是为什么曝光 我都不知道 但是警方和传媒就拿到他那张单据 就真的证明了他买了两万多元 差不多三万元的消费在这个鞋头 就是除了这张鞋之外 还买了其他东西 另外一个新闻就是黄家琪警 就是前两天就在6点50分 下午就截查这些车辆 他那时候直接停了一部汽车 在汽车里面就怀疑那个司机持有武器 因为查询他那时候 可能那个司机回答过警察那时候 有些闪力 或者某些行迹可疑 很想遮掩一下车后面的东西 那结果给警察就是搜他车的 搜他车原来查到很多东西 查到一个枪套 两把那些好像起步的那些枪 就是伐候司令那些枪 那另外一大堆那些是仿墓的 就是指针枪的架枪 那和有一大罐那些防红引的噴霧器 就是你去行山 有时候带那些防红的噴霧 那和有几把刀 和有1200元的现金 另外缴获了两个塑胶袋 一个就装了89克的疑似 Factanol就是分泰露的那些药品 另外还有58克的冰毒的毒品在那里 那拉了这位住在Sherry 素利的男士 但是他只能暂时告他 违反车辆法 就是Motorvico Act 说他在车里面有一些 是不是有多少位 然后开了罚单给他 那但是呢 做完这件事之后 拉了回警察之后就放回去走 那他只拿了一张告票 罚单说他违反了车 可能是罚款的 那和警察就向他做的警告就是说 如果他查到你这辆车 因为他车主是涉嫌贩毒 那他这辆车会被冲攻的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人就已经离开了 周到处又在那里走 那可能警察还没查够 有些证据来检控他 但是我们还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 就是明明在车里抄了那么多东西 都马上放去走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有 警方就是利用这个 这样的个案 就在公众那里发这个讯息 就是说 这些涉嫌的 干部干部干部的分子 就是你看到现在有刀有枪 有什么摆在身边 就可能每个人都会害怕 会遭受到对方的帮派的伏击 所以自己也有很多武器来 来保卫自己 防卫自己 那就是证明在温哥华大温地区 帮派的仇杀的行为 是继续延进的 就是继续会 就是可能你看一个星期 突然又没了出 没了单的新闻 又有人被人伏击了 又受伤了死 那这些就是到今天这样的 这些花些新闻 那另外一样 就是跟Norman有关的 就是港财经 我们加拿大的中央银行 在星期三 就将个基准利率 维持仍然在0.25% 就得变的 那央行 就是有表示 就是说他一直会维持这个水平 直至到经济复苏为止 那可能他的估计 应该是2022年下半年 才会经济复苏的 那究竟经济复苏 如果是等到2022年 那对我们现在 由现在到2022年 普通人的市民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知道 那个通涨 其实是一直高上来的 那在第一季的经济 是 就是说他的成长 是已经比他的估计 为低的 但是我们的 油价又加了 就是地产 就升了十几个百分比 就是平均 那接着 人工 我们最低工资 PT省又提高到 十五个多 那很多东西都加了 会造成通胀 但是看情况 如果经济不好 那我们会不会 生活加困了呢 Norman首先 为了你讲一讲 你查经专家给你一些意见 是这个对我们普通人 有什么影响 其实 现在看经济 是一直在慢慢开 最关键就是 那个是 新的个案 那个是疫情 一直在减少 现在大约是一百四十几 甚至我见过一百三十几天 那来说是一个很好的trend 还有打疫苗的百分比 是一直在上升 而且也是开始很多人 还有很多的城市 是想鼓励 大家想竞争 哪一个城市 有多些百分比的人 是打了疫苗 所以来说 如果跟着这样的trend 计划下去 那它的政府 其实是可以 一直开到第二个stage 我们接着有第二个stage 然后第三、第四 其实一直慢慢开 经济会慢慢改善 那现在来说 我们面对失业率来说 大约是八个百分比 现在 那其实疫情之前来说 差不多是三四 那所以来说 其实那个trend 一直是有改善 那那个是 我们的GDP来说 虽然是有少少 是比预期 预期预期 本来Q1 就打算有6.8%增长 那end up 回来原来只有5.6%增长 哇 5.6也不错 那其实来说 是OK的 那其实 只不过现在 是很多的行业 是受到疫情是关闭了 是开不了 好像以前那样 那所以来说 慢慢是会一直 会很下去 我看到 那另外来说 那最重要就是一些 已经爆发了的国家 已经爆发了 如果我看回trend 来说 就很多时候 就是未爆发的国家 就更危险 那它就随时会爆发 那我们都 美国经历了 一个很大的爆发 那而中国也都爆发过 那而加拿大也爆发了 那所以来说 我看到的情况 是一路一路 慢慢是改善下去的 那如果trend 是跟着这样去的话 那我认为 应该是 会OK的 那慢慢经济慢慢开放下去 但是 好像Paris那样提过 就是那个通胀 这个Inflation 是开始越来越提 明显到看出来 一些开始越来越贵 那样 那还有新的开放的经济 都跟以前可能会有些不同 以前来说 这个新的话 就会有一些新的行业 就可能被一些 其他一些行业取提了 那所以变成是 做生意的话 就要很懂得去应变 那个的变化 那可能在我们现在疫情里面 做那个形式的生意的模式 可能会仍然继续下去的 那第一来说 可能是有很多元化的收入 很多元化的做事的方式 比如说 你做餐馆来说 那他来说 一定是要做去外卖 那和第三的 third party合作 他那些的送餐服务 那甚至有一些 开始流行一些 叫中央厨房 那也都会慢慢出现的 那所以来说 很多一个新的生意的模式 是会出现的 还有这个 接触方面 譬如我们接触 我们可能会多些 好像我们这样的 在视频上面的接触 那我相信 经济慢慢开来说 将来大家都会去饮宴 也都会去宴会 那些东西 也都会回来的 不过现在就会更加多了一个 新的层次去做这个东西 那至于那个通胀来说 走不掉了 那再加上来说 新的经济来说 就会更加是 保护主义会增加的 就是变成来说 可能我们加拿大 就会有多些事情 考虑到我们自己 本国里面做 那你本国自己做的话 那问题是什么呢 那些东西就会贵了 那所以来说 面对新的情况 就会有一些东西 是要贵了的将来 那我想这个情况 我们会面对一个 就是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都一个很挑战的 那现在来说 政府其实一直 要花钱下去 帮着经济的 要不然来着 就会见到 如果政府收水的话 我们就会见到 有些公司会倒闭的 那还有 一些失业的情况会出现的 那但是 照这一个政府的做法来说 我相信它会仍然继续 是用这个 是不同的方式 去支援着那个 那个社会 例如这个工资 和这个租金补贴 那样 那但是来说 亦都会有一天 它会慢慢收回 那有些行业 未必能够转型得到 那所以来说 它们就会受影响了 那大图案来说 是OK 但是 如果是去到我们周边的话 我们就会见到 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会失业 那我说一说 另一个消息 就是联邦政府 刚刚公布了 就是它有一个新的政策 是帮助香港 可以移民过来加拿大的 它其实只要来这里读书 读了两年 任何人都可以过来这里读书 申请到 接受去读书 读完两年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申请 就是移民加拿大 就不需要再离开 或者甚至不需要 他找到一份工才申请 所以这个是特别针对香港来的朋友 特别放宽 那所以疫情之后 大家 香港人 年轻人 中年人 老龄人 什么人想向往加拿大的生活 就欢迎你们过来这里 以前就说 我听朋友说 要花十几万佳子 或者找到工作 要很多花费才可以想过来移民这里 所以很多人就想着 我拿这个BNO去英国 但是现在就不同 现在加拿大基本上是没有费用的 你只要过来申请学校来这里读书 或者你是过往五年已经在加拿大 或者是其他大学已经是有这个学名的 也欢迎你过来的 所以大家不妨去上网查一查资料 然后过来 那如果有新的香港朋友过来 我相信有几十万人会回来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会造就了很多 就是接应这些人过来的行业 或者是职业需求 那包括那些人就算 即食住行各方面都有 是接触着香港这些背景的人士 那还有航空业可能都会复苏 如果有这么多人要坐飞机过来 那又有 那Benson你有什么回应 这些事情其实就说容易 其实不是容易的 说真的一句 其实去年11月 他已经如移民服装放风 那我们准备 就是容许刚才你所提及的 这些程序可以来到 那当时就没有说明香港的 就变成像全球都可以的 总之你扶资就搞定了 好了 那今年2月 立即又说过一次 就说 我们现在容许刚才你提及的五年 在最近就读完 完成大专课程 甚至不要说是两年文盆 大专课程 可以申请过来 那程序就好像很简单 其实都不是简单 那你才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件事 为什麽呢 它差不多第一 第一 要在三年之内 你在这里做过大概一年的工作 在三十八个月 那这个就很容易了 那这个就很容易了 那为什么呢 过往呢 你读完书呢 你做哪一行呢 譬如你读电脑的 你回来找办公呢 一定是要电脑的 但是现在不用了 总之你来到在这里 住在这里 等着你什么工都可以 总之你洗碗好 厕房好 什么都好 总之你有工作就可以了 有人请你就可以了 那其实呢 就是普通香港人呢 就比较难一些 因为它要本地住你才行 那大问题呢 容易有个机会 就是说现在2021年 它的期限去到2026年的 就是前前后 5、6年的时间给你 就是原来之夜 各下今天呢 走去申请 那家学校去读书 过来读回两年文贫课程 两年就简单了 或者你学历高的 就做两年 Master 或者讀博士 都可以 研究生都可以 那他可以申请学生签证 又有工作证 那就给你工作 那你就有时间去申请了 那其实呢 就差不多 搬特赦的 搬特赦就是 本来现在做的那些 在这里留下的那些 那他就发达了 那他就立刻 就可以有机会申请了 那如果香港来的 暂时呢 都不那么容易 我感觉上是